为了提升训练环境的安全性 新北市议员刘志璋 系首中心狮子会 新币狮子会等多个狮子会 一同协助大风国小少帮队 打击训练场为往更新 议员刘志璋指出 原先的打击场为往 从棒球队成立到现在 实用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七八年 出现了催化和破洞的情况 因此经常在打击训练时 都会不小心击飞 打破教室玻璃窗户 对于学校安全和球员 训练心情都大受影响 现在完善了整个训练环境后 相信会让球队练习 更加无后顾之忧 相较之前的网子 应该是更坚固了 施工上还有材质上 也会比之前好很多 大概可以撑个八年左右 所以我相信这个 新的网子弄好以后 对他们的训练 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也特别感谢我们地方各界 大家一起共襄胜举 这次更新的打击网 除了强化材质 也新增了拉网 只要轻松拉动网子 就可以区隔场地 方便弹性运用 球员们不用再辛苦 搬运笨重的铁架护网 新闭狮子会会长 石美伦和中心狮子会会长 郭桂彤都表示 要培育优秀运动选手 训练环境尤其重要 很开心一同协助更新打击网 一定是年年得冠军 为了感谢议员和石子会的帮助 大风少帮队送上了大大的签名球 表达他们的感恩之心 并且表示在新的年度 会继续全力以赴 在比赛场上取得佳击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